这个视频我们来讲讲诗经中的千古名篇 尖家 尖家是指水边生长的芦苇 这个题目出自全诗的第一句 尖家苍苍 尖家苍苍白鹿为霜 苍苍即茂盛 深秋的清晨大雾弥漫 主人公出现在了河边 只见大片的芦苇长满了两岸 芦苇夜深的露水全都凝结成了片片白霜 好冷啊 他不禁哆嗦了一下 可就在这时 所谓一人在水一方 所谓所说的一人那个人 水指河流 主人公朝思暮想的那个人 远远地出现在了河的另一边 虽然看不清他的样子 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但那美丽的身影一定是他 可怎么办呢 追 速回丛之 稻足解长 速游丛之 晚在水中央 速逆流而上 回弯曲的河道 游直流 茫茫大雾中 主人公开始逆流而上 他走过弯弯曲曲的河道 道路艰险又漫长 终于到了笔直的河面 以为肯定追上了 没想到抬头一看 依然仿佛还在河中央 天气这么凉 主人公却是累得满头大汗 而且连鞋子裤管上 都沾上了泥巴 可他顾不上这些 稍喘口气又追了上去 尖家七七 白鹿未熄 所谓依人 在水之煤 速回丛之 稻足且积 速游丛之 晚在水中池 吸 干 煤 岸边 积 高 池 水中的沙滩 气温渐渐升高了 在密密丛丛的芦苇叶上 霜也化成了露珠 主人公心心念念的依人啊 终于就在不远的岸边了 他鼓足了劲追了过去 道路艰难又陡峭 好不容易到了开阔的河面上 却看见依人 好像又到了河流中的沙滩上 明明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可他仍然不肯放弃啊 尖家采采 白鹿为矣 所谓依人 在水之寺 速回丛之 稻足且幼 速游丛之 碗在水中止 以 便干 四 水边 又 曲折 止 水中的小岛 那河岸繁茂的芦苇丛啊 叶子上的露水 还没有干 他苦苦追寻的依人 就在水的那一边了 继续逆流而上 道路艰险 又曲折 终于再次到了笔直的河面 可依人又出现在了前面的小岛上 哎 还是没追上 这首诗 共三张 每一张的开头 都运用了一种新的技法 叫做星 也叫起星 就是先言他物 再引入正题 这首诗中的起星 就像大家常见到的环境描写 目的是为了渲染其分 深秋的清晨 大物弥漫 一人远远地出现了 主人公不顾一切艰难险阻地追了上去 三次起星 白鹿为霜 白鹿为夕 白鹿为矣 表明主人公 从芦苇叶上的白霜翩翩 一直追到露水都要快干的时候 他一次又一次地迎难而上 是那么地执着 是那么地坚持 可是 主人公在后面追 一人却如同在前面跑 不管多努力 始终都追不上 看着那隐约可见的美好身影 近在咫尺 却又如同远在天边 陪伴他的 没有身边栖栖的芦苇和冰凉的鹿珠 主人公寂寞的心绪 又多了几分惆怅啊 而这首诗 正是运用了新的手法 气氛才渲染到位的 才让这种苦苦追求 一直打动人心 好了 尖家就先到这儿 快去答题抢金币吧